时间吧 行 吃这么少啊 这可以拿去 师头啊 再来一个 小阳 这不会超标了吧 这到时候上面查下来 让常务背锅啊 这不明天过节嘛 小阳 这还真是你们了不 天天给叔叔吃这么多好吃的 给叔叔补的呀 那叫精力旺盛 天天晚上叫我们开会 你们还真别乐 没准一会儿吃热饭就得开会 吃 是吧 这个菜最近是越来越淡了 遗憾就是光照顾艾叔叔 不管我们哦 吃的淡年好 对身体健康 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要照顾好自己是不是 艾叔叔说得对啊 我觉得我们都得运动运动 那些资深上法部 天天到我们大院来报到 风雨无阻 你看那个老邱 腿脚比我都灵活 到县医院检查检查 绝对没有三个 过两天就要签文了 对信访局的压力又要大 九元县前年就搞过这项工作 也可以给人家打个电话 取取猪嘛 除了那个老邱 是不是都签字了 就是他一货 不过也不着急 和乡镇干部都交代过了 继续轮番做他工作 近日 汪鲜线都不随机埋定 当地消息 在众多路段随意设查检查 对途经的货车逐一难停 导致他们屡屡说法 来看记者案访 记者在案访时发现 光明县的部队交警 在道路上设置临时检查点 以超载超高等理由 对途经自助的货车实施处罚 不少司机反映 只要车子被拦下 执法者都会有各种里头花款 很多司机并没有 花款单上列举的违法行为 但依然会收到花单 为了小花款扣分 他们也会选择行为